早上來關心的情況太困難 雖然說是立法第十八條 規定農業融資會比公約 融資來優先 但是這數個順利不少的事件 政府營集農業融資會用進度改 二十二年來會用困難的方式 維持共產民生和公約的融資 但是好像是今年 這樣評估共產的標準也不就合理 因為農業融資有多困難的改善 有關不斷營運竊主義 維持新設 當年下午兩點 先出現十百四個大信賞 一位是採人 淋採 將生命內都會昂揚 不過 美國歷史公權 將採取轉機 兩百萬不聽說呢 如果水稍微再營養 然後再營養是比較沒有影響 對專業的影響就會比較少 緊張的情形後 全體水庫的燉水量 參與市區點這次立方共產 但各種水量是到市市立方共產紅豆 就讓當年全體的水庫 聽說的萬水位兩百 將在印刃紅豆給市區 其中都入入入水 就騎乘百分之七十 所以政府憑庫有同聽說 在上度為其民生都供入入入水 那這些水節省下來的量是相當可觀 因為它占百分之七十的量 所以在整個掉水的過程當中 我們各標的用水都會去做努力 那農業節水的效果是最明顯的 來拜聽說休閣 速度上用的四點一萬共產能體 突然流行出體器就騎乘百分之八十 民生流供入入水 共營養差不多減少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 休閣聽說三下流的水 温存至兩二六千萬噸 但對政府水源分配的考量 好早知道會說不定 這麼多的農業的灌溉的用水 真的都是農業在用嗎 其實農業不是最終端的使用者 它還有百分之五六十都是滲透到地底下去 所以它地下水的涵養 農業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 天空氣息下雨問題沒解決 但仍然用半斤陣南北可能沒有溶解水增的問題 政府想到減少兩下順水過創渡 留體的情形都會過散 因為輸水的損失這塊也是一個可以節水的空間 所以就政府的角度是不是能夠就這個部分 增加一些投資 讓輸水的損失降到最低的程度 學者建議 除了調水公約單位 因為負擔所有融水新聞 如過肉的負擔都會轉作 但像做的胖鏈融水水水Q 會做的過散是問題 一般我們會說所謂使用者付費這樣子的概念 價格會高 那一定是那個不是需求很多 不然就是供給比較少 那現在這個情況就是供給比較少 我們原來的倒作能不能轉變 變成比較偏向比如小麥的耕作 黃豆 小麥 玉米 譬如叫黃小玉 這台灣的需要量很大 但是我們大部分都是進口 而且我們進口的很大部分 又是有跟基因改造的 學長因為固定設斷 不是真正缺水改為這做法 無論是否水改用 政府都很過命的 共約更好年好水改生方式 更好如過三個可能 提供水改都會提供利用 學家新聞 中學報導